大家晚安 我是學長 就到了我們邊沖咖啡邊跟大家聊天的時間了 好 我們今天先來磨豆子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學長很喜歡的一個休閒活動 然後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劇 因為這個是學長非常興奮的 好 我們先來磨豆子 我們今天用25克的豆子 因為我們今天用新芒濾杯 所以我們水粉稍微多一點點 好 新芒濾杯的杯子滿大的 它可以用多一點的豆子其實非常的好沖 好 25克 好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潤磨豆子 是一個可以使用USB充電的一個隨身攜帶 或是在家裡使用都很好用的磨豆子 好 我們讓它磨一下 邊磨學長邊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的 劇目 因為學長其實 看舞台劇已經看很多年了 那這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一個4號 那舞台劇啊 金劇啊 昆曲啊 各式各樣的劇我都很喜歡看 然後呢 其實其中有一部戲呢 影響學長滿深的 也算是我很早看的一部戲 叫做 暗戀桃花園 那如果大家對舞台劇有點了解的話 就知道說它是那個表演工作坊 賴聲川導演的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劇 那最近呢 它公布了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明年的4月左右 那暗戀桃花園延伸出來的一個新的劇 叫做 江雲之間 要準備要熟演了 然後學長感到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齣戲真的非常非常久了 但其中呢 它開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那請的都是一些很厲害的演員 那最原本的第一期的暗戀桃花園請的女演員 女主角是林青霞 各位你可以想像嗎 林青霞那個時候演舞台劇 對 然後呢 那個時候的男主角一直都是金世傑 就是非常資深的一位舞台劇演員 對 然後後來呢 有蕭愛啊 然後很多個版本的不同的暗戀桃花園 然後都真的是非常精彩一出喜好 那這一次竟然要根據這個不朽經典 來做一篇新的舞台劇 叫做《江雲之間》 那江雲其實就是 當初《暗戀桃花園》的兩個主角嘛 一個男主角叫江冰流 叫做雲之凡嘛 所以江雲之間肯定就是 從這兩個人為出發點的一齣戲 當然現在目前都還沒有任何的 詳細的內容的曝光啦 只知道說是一個新的 根據《暗戀桃花園》而延伸出來的一齣戲劇作品 延伸的劇 但是徐大已經非常非常興奮了 然後今天我也惡話不說 明年四月的票我已經買下去了 因為這麼值得可能像是累積了二三十年的一個很愛的作品 突然發布了續作或是前傳的那種感覺 會讓你覺得非常的期待非常的興奮 OK 好 好 來做門針齁 好 今天用的是 星馬還有 月兔印齁 月兔印其實我很久沒有用了 但是今天拿出來跟大家玩一下 大概是四十到五十左右的給水 OK 那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去網路上看看那個 《暗戀桃花園》的一些影片紀錄 那當然有一些 它其實網路上可以看到兩個版本 一個是那個舞台劇的版本 舞台劇的版本呢 就已經不是最原始版本了 因為最原始版本那個林青霞那個版本 現在可能也找不到 好像沒有做成DVD 但是林青霞的版本有拍成電影版 電影版本其實非常的有趣 但是其實也是很精彩的 非常的好看 然後那個舞台劇的版本 現在可能網路上可以收到的 大部分都是蕭艾的版本 那蕭艾也是一個很厲害的舞台劇女演員 OK 好 然後這一次的新的作品 江雲之間的主角就是蕭艾 OK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學長大量看舞台劇的時候 正好是蕭艾很紅很紅的時候 OK 所以我一直覺得他都有很特殊的一個感情 我很喜歡看他演戲 然後這一次的男主角是張震 就是大家演電影那個張震 我還蠻震驚的 因為一般來說張震我們印象中他是電影的人 這一次可能他來跨界演舞台劇演 男主角江冰柳 應該是啦 當然現在消息還沒有很明確 但是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我也覺得這次的陣容很強 然後包括我們之前說的第一個版本的女主角 就是林青霞 然後他這次也擔任了協助編劇的這樣的角色 OK 就參與編劇 然後包括在中國大陸演過男主角的黃磊 然後也是這次的編劇團隊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 演員其實包含了一些 過去參與的經典的演員 譬如說林青霞或是黃磊 都是過去曾經擔任過這些關鍵角色的演員 然後這次的演員本身又有以前演過 女主角的小愛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陣容真的蠻值得期待的 因為可以想像到這麼多不同的女主角 然後他們一起聯合起來 重新詮釋女主角 或是男主角的時候 應該會讓這齣戲的生命力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可以想像一個女主角 不同時期的女主角 他們同時間在不同 為這個新的劇本發聲的時候 這種感動程度應該是很厲害的 OK 那如果各位對舞台具有興趣的話 明年4月可以趕快去買票 可能最近就要買了 還不然明年4月一定是買不到票的 因為表演工作坊票都非常的難搶 OK 好 那我們今天沖完了 那我們今天準備兩個杯子 一個是 都是老顏尼的 一個是有 有上釉的 可以這個藍色 綠綠的叫有上釉 這個是沒有上釉的 那我們今天可以來喝喝看 那不同的 同一支咖啡 在不同的老顏尼的杯子裡面的風格 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我兩邊都倒一點 然後都喝一點 然後順便繼續跟大家 把剛剛那個消息分享完 OK 好 先來喝這個沒有上釉的 我們一般先喝這種有上釉的 因為有上釉的它的變化比較小 那這種沒有上釉的呢 它的變化比較大 我們就可以晚一點點 讓它稍微有點作用再喝 這是 伊索比亞的哈拉 哈拉水洗 哈拉水洗 哈拉也是一個產區 跟爺家不太一樣 但是也是伊索比亞的一個產區 西芒的萃取率還是滿高的 然後有一點 克爾比斯的味道 它雖然不是厭氧 但是它仍然會有那種 乳酸的味道 像是蘋果洋樂多的感覺 有一點蘋果味 好 我們喝看看這個是老顏尼的 沒有上釉的杯子 飽滿度跟這個就比較起來 這飽滿度就會更強一點點 然後酸質的表現 說真的喝起來 沒有上釉的好喝滿度 它的整個味道的飽滿度 真的滿好的 所以其實不同的悲劇 也會帶來不同的拼飲效果 OK 那最近出了這齣戲 今天我才看到消息 今天才公布的消息 我覺得非常的興奮之外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各式各有趣的戲 比如說國光劇團 最近有一個很好看的劇 叫做炎羅夢即將要演出了 那它是一個新編的金劇 那其實台灣的新編金劇 真的編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它已經跟傳統的那些金劇 比較起來已經非常新穎 而且無論是聲光效果 音樂還有演員的素質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炎羅夢之珠戲也是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的 然後整個製作團隊還有陣容 可能你們看完以後都會覺得說 這跟你們過去想像到的金劇真的差很多 它已經是完全新的一種藝術面貌了 那都是我非常非常鼓勵大家去看的 真的很棒 如果各位有進劇場碰到學長的話 我們可以好好的聊聊咖啡 更可以好好的聊一下劇 因為這些都是很棒的養分 讓學長除了在做咖啡的時候 也可以利用這些很美的藝術吧 或是讓覺得很愉快的這個現場跟演員的 得它的感染力 增加我們內心的養分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其實喝咖啡跟看表演藝術都讓我們的 應該說心靈得到更多的滋養 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如果有那麼一天需要能夠進劇場 來做劇場工作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會很棒 就像我現在做咖啡工作一樣 我覺得常常很多時候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喜歡看的劇 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那或者說有一些你真的覺得很棒 可以推薦學長去看的 你只要分享我真的會認認真真的考慮 要不要去看 OK 好 那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